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悲痛而停止 1922年2月的唐顿 马修已经离世了6个月 唐顿庄园楼上楼下恢复了忙碌的秩序 罗伯特再次操心起来庄园的收入问题 而大小姐玛丽依然无法走出失去马修的悲痛中 她陷入了极度的消沉与悲伤 似乎心灵也随之逝去 连亲儿子小乔治都无法让她感受到任何喜悦 而这天的清晨 贴身女仆瑞恩竟然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唐顿 临走时她留下一封信 这才让众人得知 她已经投奔新雇主苏珊前往了印度 也就是罗斯的母亲麦克莱尔侯爵夫人 不巧的是苏珊的女儿罗斯目前正住在唐顿 这样的无耻操作属实让罗伯特和科拉都摸不着头脑 罗斯也因为心中内疚 花钱发布了一份招聘女仆的广告 安娜询问玛丽是否介意自己服侍科拉夫人几天 此时的玛丽冷淡到只剩下满嘴毒蛇 老母近来询问玛丽要不要陪小乔治一起去散步 但玛丽更加冷淡地拒绝了 安娜实在看不下去 表示这孩子还有母亲 她不是孤儿 但玛丽毒蛇更甚 如今的玛丽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情 鉴于马修和汤姆先前改善庄园的计划已经被放弃 所以布兰森希望让玛丽参与庄园的管理 毕竟马修生前曾和他多次探讨过唐顿的未来 但罗伯特则认为应该保护此时的女儿免受世人的干扰 于是布兰森找到了玛丽的另一位父亲卡森 希望他能鼓励玛丽让玛丽振作起来 但卡森却得到了大小姐的一通训斥 玛丽毫不顾忌卡森的情面 指责她作为一名管家不仅反对老爷的决定 还在大小姐面前窜多窜拳 但卡森在离开之时 依然是不死心提醒玛丽 你这是在放任自己被击垮 在餐桌上老夫人和布兰森你一句我一句的 鼓励玛丽多接触下庄园的管理 这让玛丽彻底绷不住了 玛丽负气离开 但老夫人不准备放任玛丽沉溺于悲伤之中 她提起了年龄尚小的小乔治 此刻玛丽的眼中还是一片茫然与痛苦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玛丽离开后 自己心中的温柔似乎也全都消失了 也许自己从不曾温柔过 老夫人则认为好母亲有很多类型 在老夫人的鼓励下 玛丽也意识到她消沉得太久了 以至于她冰封了自己伤害了别人 她郑重地找到卡森向她道歉 但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 然后在卡森的怀抱里 终于宣泄出这些天来压抑的所有的委屈与悲痛 在玛丽黯然失色的这段时光里 二小姐伊迪斯却愈加闪耀明亮 她与麦克的感情再度升温 为了能够与精神病妻子离婚 麦克准备放弃英国国籍加入德国 因为德国可以赋予她这样的权利 但这个时候一战还没结束多少年呢 麦克敢于做出这种选择 这令伊迪斯备受感动 这天克拉与罗斯一起去面试应聘的女仆 但对方却是个熟练艾德纳 她曾经在唐顿短暂工作过 因为撩拨布兰森而被修斯辞退 但在布兰森的恳求下 修斯为她写了一封不错的推荐信 夫人克拉并不知道这些 艾德纳还谎称自己当初离开唐顿 就是为了学习如何做贴身女仆 并掏出了修斯的推荐信 见眼前的姑娘如此的上进 克拉最终将贴身女仆一直给予了她 自此唐顿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 夫人已经做了决定 修斯也没办法说什么 她不想将布兰森与艾德纳 曾勾到过的事情告诉克拉 所以如今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以后把这颗炸弹给盯紧了 艾德纳成功入驻唐顿成为贴身女仆 但贴身男仆莫斯利却走向了人生的低谷 伴随着马修的离世 她也面临了失业 在唐顿死皮赖脸待了六个月 但最终结果还是被解雇 她又找到伊莎希望请求她把自己留下来 但伊莎连自己的悲痛都走不出来 又哪里有精力去顾忌她 于是莫斯利只能搬回去和老爹一起住 当老夫人发现此事后 决定拉一把这位年轻人 把她介绍给隔壁镇的一位新雇主 面对未知的新雇主 莫斯利激动的同时又有些不乐意 她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的前雇主马修 但她显然是把就业前景想得太乐观了 这天老夫人窜多着伊迪斯和自己一起去为莫斯利说好话 但老夫人的管家认为她是要在自己面前大秀一番 生怕对方抢了自己的位置 于是在夫人们用餐期间 不断对莫斯利耍心机 可怜的倒霉蛋就这样被算计了一番 新工作也自然就此告吹 此时唐顿的奶娘同样面临失业 这位女士犯了一个大忌 那就是招惹了最不该招惹的唐顿第一心机男托马斯先生 起因是托马斯想看看希波的女儿 却被奶娘恶语相向 还被命令帮她做事情 奶娘认为自己在楼上工作 就是楼上人 但人家托马斯如今已经是副管家了 自然不会甘心受这种鸟气 于是就找到科拉面前去打小报告 科拉得知此事后就多了个心眼 结果奶娘还就真撞上枪口了 她对玛丽的儿子乔治关怀背致 但对布兰森的女儿希波则是恶言相向 甚至称呼其微小杂主 科拉听见后当即就解雇了她 托马斯也一跃成为科拉眼中正直善良的仆人 简直是世事难料 大管家卡森也迎来一桩新的麻烦 还记得她当初那位曾来唐顿额前的老搭档吗 在第一季被罗伯特给收拾滚蛋了 但如今又开始给卡森写信求助 卡森看了一眼后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修斯发现了卡森的异常 便捡起那封信来细细品毒 得知事情后 她来到救济院 找到了落魄的查尔斯 并决定对她示意援手 好让这两位老冤家握手言和 然而卡森是个听不尽劝的老古董 于是修斯便只能把身体抱恙的查尔斯安排在了伊莎家中 这么做事实上也是想帮助伊莎 毕竟伊莎曾经是那么热心的人 修斯想要唤起她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人的就愿望 伊莎本不愿意 但人来都来了 她还是为此上下忙活了起来 并开始逐渐走出了悲伤 开启人生的下一阶段 为了计划唐顿的未来发展 罗伯特和布兰森准备举行一次农商大会 布兰森邀请玛丽一起参加 罗伯特则认为不应该让这种事烦扰到玛丽 但令所有人都意外的是 玛丽出现了 她一改穿了六个月的黑色衣服 身着一袭美丽大方的紫色出现在会议之上 仿佛在告诉大家 当初的那个她已经回来了 同时宣告了属于唐顿的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天唐顿收到一箱从马修办公室寄来的包裹 收件人是玛丽 但修斯担心玛丽赌物私人 于是这箱东西就辗转到了罗伯特手中 罗伯特也因此发现 这箱包裹里面竟藏有马修生前留下的一封遗书 遗书中明确表示 如果自己遭遇意外 玛丽将会成为她的唯一继承人 这意味着玛丽将和罗伯特共同拥有唐顿 但罗伯特在内心中并不希望玛丽参与唐顿的管理 况且这份遗书不一定合法 她想先寄给律师马瑞看看 但老夫人不同意 她坚持寄给律师之前必须给玛丽看看 甚至直接言明罗伯特内心的小九九 你就是想赌掌庄园 不想和玛丽共享管理权 罗伯特极尽狡辩 老夫人直言自己真想按灵教保姆罚她去睡觉 最后这张遗嘱还是被交到了玛丽的手中 玛丽看完之后决定由父亲将信中的内容读给全家人 信中的马修解释了为何自己如此早立遗嘱 毕竟自己是个律师 而且孩子性别未知 她需要为玛丽负责 面对大家的喜悦与慰藉 罗伯特再次强调这封遗嘱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应 但律师马瑞确认的结果是 这封遗嘱确实具有法律效应 这意味着玛丽将拥有一半的唐顿 但也意味着 遗产传给小乔治之前 他们需要交那两次高额的遗产税 如果交不起税 唐顿照样完蛋 玛丽鼓舞了信心想要在唐顿大师拳脚一番 但罗伯特却当众说出一系列玛丽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的词语 好让玛丽知难而退 玛丽也确实因此十分受挫 老夫人在一旁看得很明白 第二天他就单独约了布兰森和玛丽见面 并窜多布兰森向玛丽传授农业知识 让他深入这片土地去理解店户们的难处 玛丽也是说干就干 通过各种实地考察的方式了解家族产业 最让他头疼的自然还是遗产税 罗伯特想要通过变卖土地的方式来偿还遗产税 但玛丽不想这么做 另一边 查尔斯已经在伊莎家中渐渐调理好了身体 伊莎也为他寻找到了一份在剧院看大门的工作 但他的心中始终未见不到老友卡森而感到伤感 在他登上离开的列车的那一刻 他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卡森却终于出现了 此前修斯和伊莎曾多次劝说卡森 但卡森都拒绝了他们 但大概也是不想留有遗憾吧 卡森在最后一刻来到车站 与查尔斯握手告别 查尔斯也向他解释了横跟他们中间多年的那件事 原来卡森曾经爱上了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人 但查尔斯却把他从自己身边抢走了 导致卡森记恨他多年 但真相并非如此 查尔斯没有抢走爱丽丝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而且查尔斯与爱丽丝早已经分开多年 爱丽丝曾在生前亲自告知查尔斯 他真正爱的男人是卡森 遗憾的是直到离开他才看懂了自己的心意 他希望查尔斯有机会能亲口告诉卡森 两位男人的心结也终于打开 而这也大概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面了 与查尔斯告别之后 卡森对依莎曾经收留查尔斯表达感谢 并坚持支付查尔斯在此期间的一切开支 虽然依莎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但卡森就是这样一个固执之人 或许是不想在心中留有任何遗憾吧 情人节的这一天 唐顿四角链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蓬勃 首先是艾薇 这天不但收到一封祝福卡片 还被吉米邀请出去约会 他误以为那张卡片就是他喜欢的吉米记的 通过这番推论 戴希自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手中那张卡片是阿尔弗雷德记的 帕特默实在看不下去 就叫来了阿尔弗雷德当面对质 结果就是他给艾薇记了卡片 吉米没给唐顿的任何人记卡片 那么戴希那张又是谁记的呢 原来是帕特默不忍看到戴希失落 所以给他送了这一封充满爱意的祝福信 而戴希的恋爱脑似乎终于清醒了一些 莫斯利因为失业而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迫于生计只能干起了体力活 当安娜看到他现在的困境后 提出借给他一笔钱 还不起也没关系的那种 然而莫斯利却拒绝了他的善意 这令安娜十分难过 贝慈自然不愿看见妻子不开心 恰巧唐顿的前女仆格温结婚的消息传来 大家都准备签名表示祝福 贝慈也拿着卡片主动登门 希望莫斯利也签上名字 还热情地邀约他没事来唐顿做做 大家都很想念他 然后贝慈又把莫斯利的处境告诉了老夫人 并向其索要了一笔资金 有了签名有了钱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后 贝慈就开始大势拳脚了 他伪造了一封自己向莫斯利借款的欠条 等到莫斯利还真的来到唐顿做做的这一天 当众把这张欠条和自己欠莫斯利的三十英镑还给了他 莫斯利也是一头雾水 但架不住囊中实在过于羞涩 最终接下了这张从天而降的馅饼 而安娜只需一眼就明白这是丈夫的杰作 她感动的同时也十分好奇 贝慈夫妇如此善良如此热心 但还是一个不小心 就被托马斯这小子暗算了一把 其因是艾德纳不小心将克拉的裙子给洗坏了 为了拉拢这位心境的贴身女仆 托马斯给她支了招 那就是听歌的 保你没事 于是当夫人问起裙子是如何被弄坏的时候 艾德纳只表示自己不能说 克拉也觉得奇怪 而后托马斯单独找到机会跟克拉说明 因为安娜对晋升贴身女仆的艾德纳心生嫉妒 所以才故意设计陷害她 介于上次的奶娘事件 托马斯深得克拉的信任 所以她相信弄坏裙子肯定是安娜在背后搞鬼 而不愿只认她的艾德纳更显得品德高尚 之后罗伯特在贝慈面前不由分说地训斥了安娜一顿 这让夫妻俩简直摸不着头脑 又是哪里出问题了 不过安娜没有继续纠结这件事 罗斯小姐百般要求她陪自己一起去镇上的舞厅玩 好在得到了玛丽的允许 两人刚走进舞厅 罗斯就吸引了一位年轻人萨姆的跳舞邀请 对方注意到她的口音就像一位小姐一样 罗斯立马撒谎说自己在唐顿做女佣 两人正是快乐的时候 一个醉酒男人也要罗斯与她跳舞 两位年轻人瞬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在镇上剧院买票的吉米看见了这一幕 便带着罗斯和安娜离开了舞厅 谁知道萨姆始终不放心罗斯的安危 还直接来到了唐顿庄园想见她一面 这让罗斯又兴奋又紧张 在安娜的谋划下 罗斯穿上女仆装 对萨姆解释说自己已经名花有主了 无法接受对方的爱 并在萨姆离开前吻别了她 这段关系这才被及时叫停了 毕竟两人本就是没有未来的 这天罗伯特在唐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 来访的贵族多达十几人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属新任的吉林厄姆伯爵了 她的家族与克劳利家族也是世交 而且吉林厄姆与玛丽年龄相仿且都是单身 与她一到前来的还有她的贴身男仆格林 这家伙一来就盯上了安娜 时不时地找机会聊一聊 被此粗意大发 直觉告诉她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 安娜则以为对方只是想表达友好罢 但格林却在未来变本加厉 开始不断与安娜近距离接触 为其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伊迪斯的恋人麦克也参加了这次聚会 他渴望赢得罗伯特的认可 与伊迪斯共度未来 布洛克爵士 与罗斯两人相聊甚欢 大家都很看好这一对 第二天吉林厄姆约了玛丽一起骑马 两人聊了各自的感情生活 吉林厄姆已经有了不错的结婚对象 而玛丽还在悼念死去的丈夫 不过在遗产税的这一块 吉林厄姆向玛丽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他们当时没有出售土地 而是选择把房子租赁出去 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让玛丽有了一些信心 他准备找个时间约见一下税务人员 但罗伯特坚持要出售土地 罗斯特意搬出了一台留声机活跃气氛 玛丽特意坐到了老夫人的身旁 避免被邀请跳舞 但老夫人当场就拆穿了它 最终玛丽携手吉林厄姆伯爵走向了午时 无意间发现了这台留声机 因为它曾经属于马修 这让玛丽失去了所有的心情离开了舞会 为了与老丈人罗伯特有更多的相处机会 迈克参与了他们的一场排局 但谁能想到 无论是罗伯特还是迈克 都输得一塌糊涂 输钱对罗伯特来说都是小事 但关键是媳妇科拉拒恨赌钱 显然若罗伯特事发 那必定与科拉有一场争吵 因此罗伯特还特意交代 贝茨一定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但好在准女婿迈克帮他找回了场子 迈克约了桑普森再开一场排局 这次的他不再隐藏实力 直接把对方杀得片甲不留 不但让对方输个金光 连老丈人昨天写下的欠条也全都捞了回来 其实迈克早就看穿了桑普森的出签手法 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玩剩下的把戏 他在第一场排局是故意输牌罢了 不过桑普森也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当迈克把赢下的欠条全部还给大家时 罗伯特喜上眉梢 转头就朝媳妇夸赞迈克 这小子还挺可靠的 是个不错的绅士 克拉也对这180度的转弯感到惊喜 这简直是历史性的转变 这场聚会对于克劳利一家可以说是习以为常 但布兰森就不一样了 与他搭戏的可是公爵夫人 在俩人的谈话中 布兰森明显感觉到身份上的差距 每每遇到这种场合 他就感觉自己像是一只离水之鱼 在各种压力之下 他向罗伯特提出离开这里 他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 但罗伯特拒绝了 实际上在他心里早就承认了这位女婿 只是布兰森还无法走出自卑而已 当喧嚣过后 布兰森独自坐在走廊怀疑人生 这反倒给了艾德纳程序而入的机会 第一次他主动与布兰森打招呼 布兰森彬彬有礼 第二次布兰森开始向他抒发郁闷 询问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小丑 第三次艾德纳给他端来了一大杯威士忌 这直接导致布兰森鸣顶大罪 最终布兰森犯错 而艾德纳也当面向他提出要求 那就是如果自己怀孕 布兰森必须为他负责 如果布兰森能配得上西波小姐 那自己也同样可以配得上布兰森 而且艾德纳自信自己会成为一位 不让布兰森后悔的好妻子 但布兰森此时的内心除了后悔之外一无所剩 他魂不守舍了多天后 最终找到了修斯求助 修斯为这个家也是操碎了心 他凭借一本从艾德纳房中搜出的避孕指南 当场拆穿了他的阴谋 表明艾德纳并没有怀孕 他一直在等布兰森的一句沉默 只要布兰森答应娶他 那他就立马去找个男人火速怀孕 好让自己成功上位 修斯当场放话 如果继续说谎的话 自己就找个医生来 把你关屋子里做一场检查 如果你去告诉夫人的话 那以后就别想再得到一份推荐信或者一份工作了 原以为这艾德纳会很有骨气 没想到他是说走就走 直接卷扑盖走人了 这心机段位远远不如托马斯 但实际上 仅凭一本避孕指南 修斯也无法确定艾德纳有没有怀孕 连医生现在也无法判断 好在是艾德纳的阴谋被戳穿了 为了让这场聚会显得不那么枯走 克拉专门邀请了澳大利亚著名女歌唱家 奈利梅尔巴前来助场 结果罗伯特打心底里看不起一个唱歌的 根本不把对方当作贵宾接待 惹得克拉当场发作 一位世界文明的歌唱家 被国王称赞过的伟大艺术家 竟然被你认为一同进餐会有诗身份 最终克拉强硬要求罗伯特亲自接待对方 还不能有任何怨言 没办法罗伯特只能乖乖听媳妇的话 要知道奈利梅尔巴是一位 曾被印在奥币百元大钞上的女高音歌唱家 澳大利亚传奇人物之一 对慈善事业拥有杰出的奉献 罗伯特身上那些不知进取的高傲显然是有些不知好歹了 奈利梅尔巴表演的那天晚上 克拉特一邀请了所有的仆人聆听梅尔巴的歌喉 正当所有人都陶醉在她的歌声中时 安娜感到有些许不适 于是提前离开 下楼冲了一杯药喝 结果格林一路尾随了而来 刚开始还是假惺惺的关心 见四下无人之后 便露出了丑陋的嘴脸 化身禽兽玷污了安娜 当休斯听完音乐回到办公室后 发现安娜正独自一人蜷缩在角落抽起 她带着满脸的伤痕与悲痛 冷静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如数告知休斯 并要求她务必帮自己保密 倘若此事被贝茨洞悉 以她的性格一定会杀了格林 丈夫好不容易才刚从监狱死里逃生 断不能再因那个渣男而被抬上绞刑架 善良的休斯无奈只能答应安娜 并帮她整理好了一斤 当贝茨看到安娜脸上的伤食 安娜只能谎称是刚刚头晕不小心摔的 更让人气愤的是 格林特意前来向这对夫妇俩道晚安 而安娜还要假装镇定地向其回礼 而在第二天一大早 安娜还要假装若无其事地坐在玷污她的男人身边吃早餐 那滋味想想就痛苦 好在这场历时三天的聚会终于在今天迎来结束 吉林恶母伯爵也带着她的贴身男仆格林离开了 这让安娜松了一口气 但她依然无法摆脱那晚的阴影 对于丈夫的靠近她表现得非常抗拒 贝茨一度以为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安娜只好借口他们住在一起又一起工作 他们就是距离过于近了 于是她向休斯提出单独搬回唐顿 原因是她认为自己配不上被词了 在她的内心里 她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是自己当时的放纵导致了这一切悲剧发生 她已经陷入了受害者有罪论 休斯则建议安娜去报警 如果安娜万一怀了孩子 后果将不堪设想 安娜已经下定决心 如果不幸怀孕那就自杀 总之她不会让自己的丈夫再次进监狱 心碎总比脖子断了好 休斯无奈只能准许她搬回唐顿 而依莎也在这次聚会中有了新档物 起初的她看到玛丽与吉林厄姆伯爵有说有笑 心里也不是滋味 因为她总会想起市区的马修 但她也不想看到玛丽在悲痛中度过余生 老夫人自然看出了她的心思 徐徐对她开导 重新融入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好 而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是时候向前看了 而这之后 玛丽和伊蒂斯罗斯一起来到了伦敦 一方面是要和布兰森前往伦敦处理唐顿税务的问题 顺便来到姑姑罗莎家中拜访 吉林厄姆伯爵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不惜推掉原先的安排 也要追随玛丽的脚步 也正是这次的小型舞会 让玛丽有了一种逃出唐顿的轻松 但她也清楚明白地告诉了吉林厄姆 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自己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重新开始 但感谢她让自己打起精神了 也就是在这场舞会上 罗斯认识了乐队黑人主唱杰克 原本罗斯与约翰爵士一起跳舞 但约翰这小子喝多了 不但在派对上丑态摆出 还让罗斯当众难堪 好在杰克及时解围 这才让罗斯避免了尴尬 他也算是借此看清了约翰的本性 但当家人看到罗斯和一个黑人翩翩起舞时 立刻派布兰森上前打断了他们 而伊迪斯则没有去参加舞会 而是和迈克待在了一起 距离迈克出发去慕尼黑只剩下了一周 因为不知道要待多久 所以临走前 迈克将公司的所有管理事务 全权交由伊迪斯来负责 然后两人便拥吻起来 直到第二天早上 伊迪斯才悄悄溜回了罗莎姑姑家 但很可惜被早起的仆人发现了 罗莎深知她已经将自己的名誉和声望 都交给了这个男人 虽然答应了伊迪斯为她保密 但还是百般告诫她 不要对这段感情抱有任何幻想 否则日后定有她吃苦的时候 玛丽的伦敦之旅还挺开心 但她也同时注意到身边的安娜 似乎有些不对劲 当她和安娜刚回到唐顿时 吉林恶母这个根屁虫 紧接着来信说要拜访唐顿 这意味着她的贴身男仆格林 也会再次来到唐顿 安娜无力地感觉到 自己无论身处何地 都摆脱不了这个恶魔 而贝茨也确信 一定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她发誓一定会查明原委 而吉林恶母伯爵的 这趟唐顿之旅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向玛丽求婚 玛丽也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以前他们曾经认识 可最近也就才相处了这几天 但吉林恶母认为 自己的爱十分强烈 甚至连自己原本要订婚的对象 也远远不及 但玛丽暂时无法给她一个答案 第二天吉林恶母 再次提起了这个问题 玛丽也郑重地拒绝了她 吉林恶母请求玛丽 送她一个最后离别的吻 好给她留个念想 而这一吻后 玛丽也有了一些动心 吉林恶母伯爵离开后 安娜也终于放松了一些 而且她也庆幸自己并没有怀孕 但她和贝茨之间的感情 却冷淡到了冰点 而玛丽也很快就在报纸上 得到了吉林恶母伯爵订婚的消息 尽管玛丽一如既往的嘴硬 但还是留下了一些不争气的泪水 她建议给父亲即将到来的生日 组织一场派对 来给家里带来一些快乐的气氛 罗斯也暗戳戳地计划了一场惊喜 唐顿庄园的四脚链 最近也有了新进展 吉米时不时就找机会在小黑屋狂聊艾薇 结果被戴希发现 刚好阿尔弗雷德得知伦敦的利兹酒店 正在招收学生进行厨师培训 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免费培训 阿尔弗雷德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艾薇 戴希就告诉了她艾薇的去向 目的是想让阿尔弗雷德死心 当阿尔弗雷德发现这两个家伙 正在偷偷接吻的时候 不仅对于这份感情彻底死心 还决心离开唐顿 冲刺酒店厨师的考试 帕特莫觉得这样也好 戴希不用一直单相思下去了 于是就准备传授阿尔弗雷德厨艺 没想到的是 阿尔弗雷德还挺有天分 他的厨艺进步得很快 而且没过多久 他便收到了考试通知 管家卡森也开始为他的离开做打算 他想把莫斯利请回来做男仆 毕竟现在莫斯利又是修路又是送货的 他肯定十分想要这份体面的工作 卡森自信满满 但很快他就被打脸了 莫斯利认为自己之前好歹是个管家 是贴身男仆 现在却只做男仆 这落差也太大了 他表示自己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卡森也是很无语 不久后 阿尔弗雷德便收到了酒店寄来的通知 遗憾的是他竟然落榜了 这意味着他还将继续待在堂顿 但莫斯利就尴尬了 经过一番慎重思考后 他决定接受男仆的职位 但卡森却打起了哈哈 什么工作呀 阿尔弗雷德也不离开了 哪里还有什么工作 对于眼高手低的自己莫斯利也十分痛恨 自从艾德纳离职后 托马斯就火速推荐了一位心境贴身女仆 名叫巴克 巴克虽然刚来不久 但很会讨克拉的欢心 他听说美国人早餐有喝橙汁的习惯后 就顺手给夫人准备了一杯 妥妥的投其所好 克拉也确实十分的开心 但就是这样的巴克 却受制于托马斯 托马斯将他举荐于此 主要是为了让他帮自己收集堂顿的情报 以便自己充分掌握信息 好让他在和同事们的内卷斗争中能够胜处 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贝茨与安娜的关系依然处于冰封之中 他想知道为什么安娜不爱自己了 能不能和自己好好谈谈 但安娜拒绝了 于是贝茨就找到了修斯 因为他曾无意间听到修斯与安娜之间的模糊对话 直觉告诉他修斯肯定知道内幕 于是火速私聊修斯 修斯认为这些话需要安娜告诉他而不是自己 但贝茨也下定了决心 如果修斯不告诉他真相 那他就立马辞职 反正妻子已经不爱自己了 自己留在唐顿只有伤心 修斯知道 若安娜发现贝茨离开唐顿的话 必定会伤心到发疯 于是他权衡再三 决定将内婉的真相如数告知 但他留了个心眼 将玷污安娜的格林改成了某个陌生人 甚至不惜以去世母亲的名义发誓 那晚上的人不是格林 贝茨从修斯那里离开后 就躲在角落猛男落泪 他太心疼妻子了 宣泄过后他找上了安娜 没有发火 而是温柔地表示已经知道了一切 并徐徐地诉说着自己的深爱 安娜也终于如释重负 夫妻俩打开了心结 也意味着他们的生活 从此以后可以走向正常 安娜认为这件事就此彻底结束了 然而贝茨却不这么觉得 他告诉修斯 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而且他断定 伤害安娜的人就是格林 修斯听后也顿感背脊发凉 以贝茨的性格 这次估计要闯出什么大祸了 而自己的毒室也算是白发了 玛丽自从拒绝了 吉林恶母伯爵的求爱后 就一心扑在了庄园的改造上 他和布兰森决定将亏损的土地 从店户手里收回由自己经营 德鲁一家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营了一百年之久 但眼下连租金都交不起 随后德鲁找上罗伯特 表达了还想继续经营农场的期望 他不想让祖产败在自己手中 也不想搬离这片祖辈生长的土地 但罗伯特也很无奈 毕竟事情已成定局 但他私存片刻后决定 由自己自掏腰包借钱给他 让他还清唐顿的欠款 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既然欠款已经还清 罗伯特建议由他们和德鲁 继续合作经营这片土地 毕竟如果不尊重过去 就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布兰森虽然不如以往激进了 但还是站在农民这一边 玛丽也同意了这一决定 并找德鲁继续约 也无意间得到了老爸出钱 帮他还清债务的事情 不过玛丽并没有因此事而生起 他相信如果父亲如此信任德鲁 那德鲁必定是位证人君子 他对他们未来的合作充满了希望 此时依莎也渐入佳境 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 这次的帮扶对象 则是一位名叫佩格的小伙子 在他的软银监视下 把他塞到了老夫人家中当园丁 但没过多久就出了幺蛾子 先是老夫人的那把 很贵重的材质刀丢了 后来又有个象牙坠子丢了 和管家当面对峙之后 老夫人断定佩格就是个小偷 虽将其当场辞退 依莎得知此事后火冒三丈 她认为这肯定是老夫人 布满自己的安排 所以故意将此事赖到她头上 这时管家将遗失的象牙坠子 端了进来 并说是在洗衣篮里发现的 这基本相当于当面打脸 但老夫人还是嘴硬 也许她没偷坠子 可那把珍贵的材质刀 一定是她偷的 依莎剑说不过老夫人 就专门找老夫人外出的一天 来拜访她 并一个人在屋里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结果还就真在沙发缝里 找到了那把材质刀 并当场交给了管家 第二天又叫上克森医生一起 来当面兴师问罪 但却打了自己的脸 原来老夫人早就意识到 自己冤枉了好人 就偷偷将佩格再度招了回来 还向佩格道了歉 以此完成了翻盘 连克森医生都忍不住感慨 看来这一局又是老夫人赢了呀 这天唐顿迎来了一位旧科奈皮尔 就是第一季带来土耳其大使到唐顿的那位 后来大使惨死在了玛丽的床上 对于她的到来玛丽十分欢喜 因为她就任于政府部门 也许可以为唐顿提出建议 并帮助唐顿渡过难关 但奈皮尔的同事布雷克 却给玛丽泼了一盆冷水 他表示他们此行只是来调研罢了 因为目前有很多庄园都在抛售 他们只是来判断 这是否会影响民生问题 他们有很多问题要研究 但绝对不是来拯救贵族的 二小姐伊迪斯最近也陷入了恐慌之中 一方面是迈克自打去了慕尼黑之后便失联了 二是自己还不幸地怀上了迈克的孩子 他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只能向家人诉说迈克失联的苦闷 虽然这个时候罗伯特已经认可了迈克 可人都不见了还有什么用 贝茨夫妇好不容易从玷污事件中渐渐走出 想着去高级餐厅换一换心情 却遭到领班的歧视 贝茨明明有事先预约 对方却谎称找不到记录 好在这一幕恰巧被正在餐厅吃饭的柯拉撞见 领班一看两位竟是伯爵夫人的朋友 于是立马变脸 将贝茨夫妇视为了贵宾 餐桌上 安娜还是忍不住向贝茨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贝茨则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安娜而愧疚 当柯拉无意中听到两人的摩擦之后 回去将此事告诉了玛丽 让她没事多留意安娜的情绪 并嘱咐一旁的女仆巴克一定要保密 但面对托马斯的询问 巴克还是将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她 不过巴克这次有了一些犹豫 因为夫人对自己很好 自己这样做感觉辜负了她 托马斯再次威胁她 别忘了是谁将你领进堂盾的 这天阿尔弗雷德竟然意外地 收到了丽兹酒店的来信 原来有一名员工退出了培训课程 排在后面的他幸运地拥有了这次机会 面对阿尔弗雷德的即将离开 众人的态度不一 罗伯特他们都对小伙子表示了祝贺 卡森则需要再次着手招人了 唯有戴希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但她也忠心地祝愿阿尔弗雷德 未来一切顺利 阿尔弗雷德离开后的当晚 吉米就火速约了艾薇看电影 并在深夜中暴露本性 对艾薇动手动脚 她认为自己带艾薇去剧院去看电影 这是自己应得的回报 艾薇当即拒绝了她 也由此看清了这个男人 并且明白真正关心自己的人是阿尔弗雷德 但一切为时已晚 戴希十分愤怒 要不是你伤了阿尔弗雷德的心 她何止于只身去网文敦 我又何止于这么伤心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听说阿尔弗雷德离开的消息后 莫斯利第一时间找上了卡森 并明确表明了自己想回归唐顿的期望 然而卡森这老家伙却阴阳怪气地拒绝了她 这样的职位由你来做就是屈才了 不好意思你不合适 不过莫斯利没有轻易放弃 而是转身找到了修斯 在修斯的安排下 莫斯利一大早就来给同事们端茶 修斯给出的原因就是怕特末太忙了 卡森终于看不下去做出让步 同意莫斯利担任男仆一职 就这样莫斯利重归了唐顿这个大家园 下一刻罗斯小姐也出现了 原来今天是罗伯特的生日 罗斯特意准备了一场惊喜 那就是从伦敦邀请了一支爵士乐队 为派对活跃气氛 可乐队的主唱竟然是上次与罗斯一起跳舞的杰克 仆人们都瞪大了眼睛 你确定这是惊喜而不是惊吓吗 不过等到杰克的乐队上场之后 罗伯特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满 并拉上科拉一起天天起舞 老夫人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 这要是隔几年前 唐顿压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玛丽认为请这样的乐队必定开销不少 和罗伯特商量后决定由他们来支付账单 但等她到楼下寻找杰克时 症状见二人正在缠绵 虽然当时给足了他们面子 但其实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斩断这场灭练了 第二天 罗伯特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 小舅子哈罗德摊上了大事 一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事件茶壶山丑闻 也是美国二十世纪初最大的腐败丑闻 大概就是政府官员与石油商相互勾结 丈母娘现在急需女婿到美国走一遭 说实话罗伯特去也没多大用 只不过是需要拿她的贵族头衔来撑撑场面 罗伯特也不想摊上这些麻烦事 但没办法 谁叫你当初拿了丈母娘的钱呢 但如此一来 贝茨也需要跟着她一起前往美国 但眼下安娜正是需要她陪伴的时候 贝茨不想离开 所以她就找到了修斯帮忙 修斯就找到了大小姐 但大小姐也放话了 若要自己帮助 那自己有权知道一切 无奈修斯只能道出事情的原委 还是和当初一样 只说侵犯安娜的是一位陌生人 听闻安娜的遭遇后 玛丽火速找上父亲 并要求她不要带贝茨去美国 至于具体原因现在还不能说 但表示如果老爹知道的话 就一定会答应的 如此一来 这桩美差便落到了托马斯头上 托马斯临行前还特意嘱咐巴克 一定要盯紧贝茨 他希望等自己回来时 巴克可以给他一个解释 为何此次自己会代替贝茨前往美国 俩人的窃窃私语 被莫斯利无意中听到了几句 于是莫斯利便有意无意地和巴克闲聊起来 巴克也因此和他逐渐熟悉 作为好友莫斯利告诉他 在唐顿大家都不怎么在意托马斯 他希望巴克能更信任大家一些 大家也会同样地逐渐信任巴克 安娜也向大小姐表达了 帮助贝茨留下的感激之情 玛丽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表示如果安娜可以描述对方的长相 那有可能就能抓到凶手 但安娜依旧顾忌贝茨 所以再次选择了闭口不谈 罗伯特离开唐顿后 玛丽继续操劳起唐顿的业务 他试图从布雷克口中套点有利的信息 但对方依然是油盐不尽 面对上司和曾经心上人之间的矛盾 听到感情二字 玛丽立刻打住 看来振兴唐顿还得靠自己 就在罗伯特离开后不久 老夫人突然卧病不起情况堪忧 意外的是 第一个发现她有样的人竟然是依莎 当夜她立马叫来的克森医生 诊断后才发现 老夫人患上了支气管炎 如若高烧持续不退 很有可能会转化为肺炎 需要有人时刻看护 但医院那边实在空不出人手 于是依莎出人意料地在床头守护了两天两夜 使得老夫人最终转为为安 老夫人意识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请求克森医生把依莎这个疯女人一起带走 但却被对方告知 原来这几天都是依莎在照顾自己 虽然老夫人嘴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 之后依莎还陪老夫人一起彻夜玩牌 哄得这位年过九十的老夫人 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 依莎帮老夫人康复之后 继续有了下一个目标 那就是布兰森 她觉得布兰森一直都处于压抑之中 以前的那股子热情都不见了 于是就给她弄了一场政治演说的门票 虽然布兰森的政治热情消磨得差不多了 但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便硬着头皮去了 也正是在这次的演讲中 结识了一位有共同话题的女子 但很可惜这次俩人并没有交换性命 不久后 卡森收到阿尔弗雷德的来信 他在信里表示要回老家探望生病的父亲 想顺道来看看唐顿的老朋友 但他的到来怕是又要在唐顿的后处里掀起一阵小风 休斯向卡森提了个建议 就说唐顿迎来了流感 如果他来怕是会耽误他的 卡森也是嘿嘿一笑 没想到一向稳重的休斯还有点小坏 于是卡森自掏腰包 把阿尔弗雷德安排在镇上旅馆居住 还请他喝了几杯 哪想到阿尔弗雷德最终还是跑来了唐顿一趟 不但拆穿了流感的谎言 还收获了艾薇的一丝柔情 阿尔弗雷德也开始后悔了 自己当初就不该离开 戴希再次陷入了悲伤 这场多角恋也再次死灰复燃 与此同时 唐顿兴到了一批猪仔 布雷克想着跟玛丽前去考察一番 结果发现这些猪仔有严重脱水的迹象 仔细一看原来是水槽被打翻了 眼下去找人帮忙已经来不及 而他们不能失去这批猪仔 于是布雷克准备亲自动手给这些猪仔提水 玛丽也不甘落后 两人为这群猪仔忙活到了深夜 毕生要强的玛丽 在提水的时候还不小心跌倒在了泥屋里 但即使这样 他也不愿意让布雷克扶他一把 当两人终于给猪公上了水后 布雷克先生劝他先回家 自己留下来再观察一下就行了 面对固执又要强的玛丽 布雷克调侃他看起来很适合乡下的生活 玛丽也笑嘻嘻地给他护了一嘴的泥 这滋味简直美味的不像话 两人回到唐顿时已经是凌晨 仆人们都在休息 玛丽就自己动手做了炒鸡蛋大餐 这一天的相处 让布雷克对玛丽大为改观 这位看起来像花瓶的贵族小姐 远远不止花瓶那么的简单 眼见自己情敌越来越多 吉林恶母伯爵再度来访唐顿 和他一同前来的自然 还有他的贴身男仆格林 而安娜虽然表面镇定 实则内心激进崩溃 休斯私下里找到对方 警告他低调行事 可当格林得知贝茨并不知道是他干的后 只是淡淡地对休斯说了一声谢谢 格林在被休斯警告过后 不但毫不收敛 却表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再加上安娜紧张的神情 贝茨基本断定玷污妻子的凶手就是他 伊迪斯和罗斯一同前往伦敦出行 但两人却各怀鬼胎 罗斯忙着和乐队主唱杰克约会 而伊迪斯则整日愁容满面 男友迈克自从去了慕尼黑之后 直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而自己竟然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眼看着肚子越来越大 伊迪斯只能将这件事告诉了姑姑罗莎 而且她准备把这个孩子打掉 罗莎确定了这是她想要的后 就决定陪她一起去诊所 如何安置这个孩子呢 伊迪斯想到了庄园的农夫德鲁 也许孩子未来可以安置到她的家里 罗莎姑姑则建议找个地方长途旅行 在遥远的地方找个家庭领养更好一些 毕竟万一农夫不可靠 告诉了别人呢 万一别人看见你进出农夫的家呢 万一孩子长得很像母亲呢 她向柯拉谎称要去旅行学习法语 并希望伊迪斯陪自己一起去 柯拉没有产生怀疑 愉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但这件事却是瞒不住老夫人的 什么学习法语在她听来都是胡扯 她单独约了罗莎和伊迪斯私聊 几个回合下就得知事情全部真相了 不过她的想法和罗莎一致 毕竟把孩子留在唐顿始终是个定时炸弹 而且到现在都没有迈克的消息 眼下这也是最优的方案了 罗伯特不在的这段时间 玛丽不仅挑起了庄园的大梁 连家族内的琐事也一并管理起来 布雷克也对此表示了认可 这让玛丽也有一些意外 这时奶娘将小乔治抱了出来 没曾想布雷克竟也这么喜欢孩子 玛丽情不自禁对这位男士心生了一丝好感 两人深夜喂猪喝水的事情 很快就传入了吉林恶母耳中 这家伙自然无法坐以待毙 当即决定启程前往唐顿 而安娜也是彻底绷不住了 她将那晚上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大小姐玛丽 只希望玛丽能想办法阻止格林一起过来 她不想被此因此而失控 玛丽当即就去了电话 但很可惜吉林恶母已经离开了酒店 朝着唐顿而来了 这天布兰森准备去镇上听政治演讲 却无意中目睹罗斯与杰克正在约会的画面 返程的途中 再次偶遇了上次在会议上认识的女子 也得知了对方名叫邦婷 是镇上的一名女教师 回到庄园后 布兰森将罗斯的事情告知了玛丽 自己还暂时不能判断罗斯的行为是正确还是错误 但她觉得如果自己对此保密的话 就会很不舒服 此时的布兰森在思想上 其实已经成为真正的贵族了 玛丽决定出手干预 至于母亲 自己等不及看到她发现这件事的模样 看到罗斯如此气愤的样子 玛丽也有了一些推论 她想去伦敦亲自与杰克谈谈 但吉林恶母伯爵已经马不停蹄地出现在唐顿了 玛丽不想给她不切实际的希望 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做她的情妇 但吉林恶母竟然下定了决心要取消婚约 这次的她 励志不追到玛丽绝不松手 但可别忘了 还有布雷克这位大情敌等着你呢 随后玛丽来到伦敦找到了杰克 她认为罗斯只不过是想惹母亲生气罢了 她并不一定是真的爱杰克 而且他们不合适 杰克也不废话 当即就表示自己不会和罗斯结婚 她的确深爱着罗斯 但比起看到她成为笑柄 她更想看到她快乐幸福 自己会写信与罗斯分手的 最终杰克与罗斯就这样败给了世俗 然后玛丽主动找到了同在伦敦的吉林恶母伯爵 并坚决地对她说道 解雇你的贴身男仆格林 别问我为什么 你只管相信我就行 吉林恶母本身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位男仆 她觉得没有理由拒绝 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安娜听到这件事后也如释重负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这件事了 可就在唐顿 贝茨趁安娜不在的这一天 请了假说是要去镇上逛逛 反正罗伯特也不在唐顿 卡森自然没有理由拒绝她 但至于贝茨这一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在解决完孙女的心头大事之后 老夫人又火速帮助伊莎牵线搭桥 介绍了一位老朋友 此人正是玛丽的教父莫顿伯爵 也是当初朝布兰森下药那位小伙的父亲 伊莎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老夫人的意图 可当她发现对方持续献殷勤的时候 就决定装傻 她无意在这个人生阶段展开新的恋情 不过布兰森的桃花运倒是越来越旺了 她在去农场的途中 再次邂逅了于半路抛锚的邦体 不但帮她修好了车 还聊起了曾经的种种 两人之间的距离被再次拉近 自打阿尔弗雷德上次唐顿一行后 她以为自己和艾薇终于有了机会 不但大胆写信说想娶她为妻 还要让她离开唐顿和她一起生活 可艾薇并不想这么快就草率决定自己的未来 她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于是就在帕特莫的建议下 回去了一封拒绝信 阿尔弗雷德心碎了一地 痛定思痛后决定回到唐顿与艾薇当面说清楚 好好告个别 两人约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为了不让戴希伤心 帕特莫特意在这天给她放了假 让她去老威廉的农场看看 老威廉当即就看出了戴希的心思 她觉得这样的事情需要正面面对而不是逃避 人这一辈子不会爱上很多人 即便你不清楚自己内心的真实感觉 也应当好好跟她道个别 不留任何遗憾 戴希也有所感悟 老威廉将她马不停蹄地送回了唐顿 也让她得以见了阿尔弗雷德一面 此时的阿尔弗雷德也是后知后觉 爱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戴希遗憾地表示 虽然自己爱过你 但那些感情再也回不来了 俩人彼此祝福过后 就此分道扬镳 随后帕特莫对戴希说道 自己的内心实在是太骄傲了 不久后 唐顿一年一度的集会如期展开 罗伯特刚好卡着时间点归来 小舅子哈罗德只是挨了一根教训 这趟美国之行算是没有白去 托马斯第一时间找到巴克打听情报 但巴克却出人意料地没有理会他 一旁的莫斯利更是出来为他解围 就这样巴克挽着莫斯利扬长而去 将托马斯晾在了原地 这场集会还有两位男士不请自来 一个是对玛丽穷追不舍的吉林恶母 但他这次带来的却是格林的死讯 那天他听了玛丽的话解雇了格林 而格林离开没多久就发生了车祸 据说是不小心滑了一跤到了路中间 玛丽第一直觉就是被辞干的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 当布雷克找他搭讪的时候 玛丽问了他一个关乎道德的问题 倘若你的一个好友犯了罪 但是你又认为他是战里的一方 你会怎么办 布雷克的回答是 什么都不说 玛丽点了点头 算是认可了这个建议 之后布雷克索性也不掩饰 直接对其展开了大胆追求 玛丽自然是开口拒绝 然而对方却不接受 并发誓自己一定要争取到底 就这样 玛丽收获了两个铁杆追求者 连罗伯特见了都吐槽 自己离开了这么久 他们三个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吗 随后玛丽将格林意外身亡一事告知了安娜 这让安娜变得心神不宁 因为一切都太过于巧合了 他立马找到丈夫对质 想知道他昨天到底去做了什么 贝茨只说自己随便逛逛而已 那残害格林的元凶真的是他吗 这个答案就需要等到下一集了